要说最关注梅西未来会去到哪支球队的还不是梅西的球迷 而是疯狂的法国媒体 从对报到法新社都已经加入到了梅西下加的预测当中 只不过有些时候这些消息是相互矛盾的 而法媒如此迫切地关注梅西的动向 也成为了球迷们吐槽的重点 甚至有球迷表示 也许法国媒体如此频繁更新梅西的动态 是因为在梅西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关注他们的想法了 在梅西加盟了大巴黎之后 和内玛尔、姆巴佩组成了三叉戟 他们之间的互动成为了法国媒体最关注的问题 甚至很多时候大巴黎对内不合的消息 都是法国媒体报道出来的 从此前姆巴佩、内玛尔关系不合 再到姆巴佩在更衣室和南美球员发生冲突 甚至梅西离队的消息 都是法国媒体提前进行了报道 当大巴黎出现风吹草动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永远是法国的媒体 当然 媒体就是做这个的 用这个来搏眼球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要注意的一点是 很少有法国媒体站在梅西的角度去看问题 大部分的法国媒体对梅西的评价都不够客观 甚至有媒体认为 梅西是影响大巴黎成功的关键因素 这就显得非常奇怪了 梅西的加盟为他们带来了无数的话题 但是似乎只有抨击梅西的行为才能为他们吸引关注 然而这样的做法对大巴黎没有任何的好处 当法国媒体疯狂更新梅西下家的时候 他们甚至报道称 沙特联赛为梅西准备了一份价值6亿欧元的大合同 而且将会和梅西签约三年的时间 这份合同看起来确实非常惊人 而且沙特联赛以2亿欧元签下C罗的诸遇在前 也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是 这个价格依然显得非常惊人 如果真的达成了交易 梅西将会从各种意义上成为世界足坛第一人 尤其是在薪资方面 几乎无法超越 只不过 梅西的父亲很快就发文否认了这一点 至少目前还没有达成交易 就个人看来 从目前各方面媒体的消息来看 梅西的选项当中已经没了大巴黎 而他的第一目标仍然是留在欧洲 留在顶级联赛 梅西也希望能够继续参加欧冠的比赛 争夺欧冠的冠军 巴萨是第一选择 但是 由于担心巴萨会在财务方面出现问题 梅西也没有放弃和沙特联赛的接触 只不过目前距离达成协议还有一定的差距 只不过是进行了接触谈判而已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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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